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再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主題 從家庭問題來看轉世的人際關係 在賽斯心法裡面 各位 第一個要肯定的是 你來到這個世界 是帶著快樂而來 所以這點 我們先百分之百要困難 好 就是今天不管你是來做誰的兒子 誰的女兒子 不管你是來做誰的老物 誰的老伯 你來到人間當人 第一個 絕對是帶著神聖 各位 這是一件神聖的事 當人是一件神聖的事 因為整個物質宇宙的形成 整個所有的世界的形成 是帶著神聖性 所以你來當人 他的本質是神聖性 而且是你今天在這裡輪迴 當爸爸 當小孩 當兒子 當女兒 是因為你想要來 你想到地球上 各位 你想要當人類 就是你想要有肉體 你想要有眼耳鼻舌身 你想要有喜怒哀樂 各位 這一點先百分之百確定 就是你來啊 你就要感冒 不感冒的人 你自己想有辦法 你知道嗎 既然來到這個世界 你百分之百要肯定 是因為你想來 你想來當人 你想來體驗肉身 因為祂的神聖性 祂的學習 祂的體驗 所以所謂的組成家庭 所謂的轉世 祂的第一個本質 是因為你想到這個世界上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所有這整個觀念 第一個先確定下來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生命的本質 是快樂 是喜悅 是快樂 是喜悅 好 再來 剛剛王醫師的一個表達當中 在賽斯心法裡面 包括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希望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盡量在這一世當中 來完成你所有家庭當中的功課 好 這就是賽斯心法裡面 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盡量在你的這一世當中 來完成你在地球 所有累生轉世的功課 好 因為你現在的家人 兄弟姐妹 朋友 甚至堂哥啦 表妹啦 有可能你跟他們在很多的前世都有關聯 曾經用不同的角色 曾經用不同的關係而相處過 但是最重要的絕對是這一世 因為所有的累生累世 包含如果有來世的話 那麼他一定會在這一世當中 顯現給你看你的功課在哪裡 所以各位 這就是剛剛講的第二個 我要各位百分之百確定的 就是你要珍惜你現在身邊 或你的家庭當中的每一個人 你要珍惜每一個片刻 好 比如說也許你的爸爸媽媽 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好 也許兩個都還在 也許有一個走掉了 好 也許你的孩子三歲五歲 或明星的小孩四個月 好 各位 你記得所有你跟周遭人的親情 或周遭的人際關係 你一定要抱著很珍惜的心態 只要你們還相處一天 只要在物質實相 你們還產生關聯跟互動 好 那個珍惜非常重要 好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在看我跟我的父母的關係 好 我父母都接近八十歲了 好 那最近有一些身體的問題啦 比如說我爸爸膝蓋 有很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 然後他其實這個禮拜二才開刀 所以他現在人還在醫院裡面 好 然後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好 大概我下診之後 甚至已經九點十點了 我回到醫院去看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開刀很緊張 自己以為不緊張 其實很緊張 緊張到 開完刀天的晚上 整個夜都睡不著 好 到了清晨 睡著了 那因為吃了安眠藥 所以開始喊眠 喊眠知道啦 好 結果在半醒半睡當中 突然看到他的腳 然後跟護士發脾氣 是誰這麼大大 沒有經過我的動語 大家開刀 好 俗說 阿伯啊 是你自己要來開刀的啦 是誰這麼大大 沒有經過我的動語 大家再踏踏踏自己說 各位 倒尿管啦 他就是在那邊 你不記得了 就在那邊剃 剃到老火老地啦 好 各位 好 那我連續三個晚上 我去看他 好 那對我而言 我感受到的就是兩個字叫珍惜 好 在他還能活著 在他這一輩子還沒有離我而去 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如何珍惜在這個世界上的 所有的互動 我如何能夠把過去所有的 從小到大的 是是非非也好 情緒也好 放一邊 讓真實內在的情感 內在的那份愛 能夠得以流動 好 所以各位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今天我們跟爸爸媽媽的關係 你們跟孩子的關係 好 我知道很多父母親 都會擔心孩子的未來 孩子的前途 好 可是我講句實話 各位 那真的是其次的 真正的重點 應該是你如何珍惜這一輩子 所有的相處的時光 你跟孩子之間相處的歲月 好 各位 孩子在大要對你 都很長的 到國中就沒有要對 你知道嗎 到國小都還會對 所有你跟孩子之間的 那個珍惜的感覺 珍惜的感覺 跟父母之間 那個珍惜的感覺 當然今天早上有一位學員提到 他有兩個哥哥 還有姐妹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他的姐妹 對爸爸媽媽都不理不睬 他一個人承擔起所有的責任 當然我們會同理他 當然我們覺得 其他兄弟姐妹不應該 可是某個部分 各位 我這裡不是說 我們要你拗啦 可是某個部分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 他們沒有那個福氣 來跟父母親完成 所有的喜怒哀樂 好 但是我不是跟各位說 我們珍惜轉世的關係 珍惜家庭成員 就都不能發脾氣 各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不管今天所有的發脾氣 所有的憤怒 所有你的難過或委屈 或你對爸爸媽媽的付出 或他們對你的抱怨 其實他的背後真正的感覺是 我希望你們有一種珍惜的感覺 因為真正的我們講 轉世的家庭關係 它是靈魂在這個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過程 非常重要的過程 而且像剛剛宜仁醫師提到的 你跟一個你不相關的人 你不會有很多的投射 你跟一個你不熟的人 你不會讓他知道很多你的情緒 像比如說我在輔導一個個案 從頭到尾我覺得這個人很客氣啊 很有禮貌啊 從頭到尾你覺得這個人很棒啊 可是各位你知道他在他家人面前 是多跋扈嗎 是多麼的 甚至尖酸苛薄嗎 是多麼的要求 多麼的無理取鬧 多麼的韌性嗎 比如說 媽媽煮東西給他吃 黏你陷害太鹹 黏你陷害太油 黏你說不下胃口 陷到姻母上要再拔 各位 是怎麼可以這樣陷 什麼人有那麼多給你陷 各位 誰能夠讓你認性 所以有時候我常講幸福 各位 幸福有很多種幸福 有一種幸福是 你在這個人面前 你可以無理取鬧 你可以認性 你可以耍無賴 那有一種幸福是 他會直接罵你 他會直接指證你 各位 其實兩個都是幸福 都是幸福 你想想看你這一輩子最自在的 是那個人 他可以讓你無理取鬧 所以有時候我在輔導 比如說乳癌的患者 乳癌的患者 就有幾個我輔導的個案 我幫他們找到一個很有趣的 內在的特質 他們內在 其實是有一個小公主 是有一點潛意識的公主病 公主病 他內在其實有一個自己 是想要任性的 想要無理取鬧的 想要不負責任的 想要依賴的 那也許是一個爸爸或一個媽媽 那也許在青少年的時候 那個爸爸往生了 離開了 於是他的性格裡面 把那個任性的自己 你不能再任性了 爸爸不在了 你不能再耍賴了 因為你必須要成熟 長大 靠自己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內心其實有一點小小的悲哀 各位 因為這個世界 你來到外面的世界 你去社會 去讀書 誰要讓你任性 誰要讓你耍賴 誰要讓你無理取鬧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 所以你就慢慢回想 原來家裡曾經有過的 那個人 那個先生或那個太太 他曾經是多麼的包容你的謙怒 他曾經是多麼包容你的幼稚 他曾經是多麼包容你的任性跟無理取鬧 各位 那背後是什麼 就是一份寬容跟愛 就是一份在轉世當中的一種接納 你在你不熟的人面前 你會很乖 你會很為人著想 你在你很放心的人面前 你會很認性 你會很認性 各位了解嗎 你在你不熟的人面前 你會很懂事 你在你很熟的人面前 很放心的面前 你所有的孤魅都會熟出來 他會看到你想邋遢的寶魂 你外面都很光鮮亮麗的 打扮得很好嘛 給人家看到都很棒的那一面 回到家 內褲都沒在洗 帽子穿起來都會再冰臉穿 那個浴室 那個臥室 都好像貼瘦 牛條 你知道嗎 各位 所以有時候當你覺得你的孩子 為什麼房間像狗窩一樣 各位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到一種愛 表示你當爸媽當得很成功 來給自己鼓鼓掌 因為他在外面賣 各位 像我曾經有爸媽來跟我說 徐師你不知道我的孩子 雙面都貴 有沒有 民生他說多面人雙面都貴 徐師我會說我的孩子雙面都貴 我說怎麼雙面都貴 你在外面對老師很客氣 幫同學擦桌子 為同學服務 教同學功課 老師說一是一 說二是二 人人多多 乖巧 你知道他回到家是什麼樣子嗎 泼辣 拔戶 對父母直死來直死去 台灣動作漏債 沒有害的 他就在那裡去屁面 我說你們這個父母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 神功跟你的孩子在面前 都不用偽裝 都不用掩飾 他回來就 完全死樣子都跑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百分之百 信任人 你知道那時候嗎 他在你的面前 他不用偽裝 他就是那個死樣子 你看你們這個父母多神功 你的孩子如果回來在家 還要嫁還要搶 還要搶 那就麻煩了 各位 你在誰的面前 你是最放心的 你是可以耍賴的 你是可以無理取鬧的 各位 那就是一種幸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就是一種愛 各位 像我們像小孩子好了 剛不是講到拔插頭嗎 對不對 你看你的老婆在公司 會拔人的插頭嗎 絕對賣 他為什麼在你面前那麼的 說拔就拔 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各位 為什麼 也是一份愛 也是一份關心 你懂我意思嗎 是啊 比如說像許醫師 我當老闆 有的工作人員我會罵嘛 我說 你有辦法讓老闆在你面前 這是幸福嗎 外面的人你看我的男朋友嗎 外面的人 你不要看我外面的人嗎 你不要看我妹子公嗎 你不要看我妹老師嗎 你看看我妹學員嗎 爸爸 不會 我告訴你 要給我妹 那又是你的福氣 我告訴你 你可以逼得我 骨骼手出來 想要給你妹 那也就是福氣 還是開玩笑的 但是我這樣講的是 在家庭裡面 常常 那也是我們覺得 最放心 最接納的 甚至你可以很自在的 不用過半分 你知道嗎 說有多邋遢 就有多邋遢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跟我說 欸許醫師 我那個女兒像是豬一樣 我這樣怎麼嫁得出去 襪子也不洗 穿完的衣服又塞回去衣櫃 只要我剛才有可能嫁出去 我說 說你不用擔心 人家在外面都知書達理 他啦 今天你不用老前變嫁而已啦 那他如果要交男朋友 如果要嫁人 你放心 不會論及婚嫁的 他都會很資書達理的啦 都會退對方洗衣 都會怎樣 捏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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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如果結婚之後 結婚下去 他股貝這麼瘦 你都不用擔心 他就嫁下去 沒辦法 各位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剛講 在家庭裡面 常常我們會會心裡笑的事 那真的是我們覺得 最安全幸福的地方 那簡而言之 在家庭裡面 叉叉鬧鬧 有沒有 各位 那是什麼 一種幸福啦 像我之前的我母子 大家摸到要死 摸到我就 我跟她飆回去 那時候我把兩個都拿回去死 各位 是啊 不然一拉樓一拉樓啦 他跟我爸爸吵架嘛 因為之前他身體不好 我幫他請個硬庸啦 請個硬庸之後 你知道 那個就來了那個 八點檔風水世家的那一套 你知道嗎 暫有 憤怒 嫉妒 然後又擔心這個 你家的男人跟外傭怎麼樣 然後我太太就跟他說 我說媽 爸爸都80歲 他能怎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那個那個男人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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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一拉樓一拉樓 你知道嗎 好後來我就發飆回去了 可是各位 他為什麼能夠一直盧你 因為他以為只有你可以盧 他去盧鬼嗎 他去跟外人說外人會聽嗎 誰會理他 各位 所以當然家庭裡面我們有時候是受害者 有時候是加害人 所以不管是受害者還是加害人 因為有那一份愛跟信任 各位 所以是怎樣家庭裡面 比較怎樣叉叉喇喇喇 還是一家人 不論怎麼樣你怨恨在心裡 就算不聯絡了 心中有沒有牽掛 還是有牽掛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說 啊不要吵 來不要吵 你不要吵 你也是去去吵 為什麼 因為就是一份內在的 情感的牽扯 所以我剛講家庭裡面的成員 可能就是讓你最難過 最擔心 最放不下的 可能也是讓你最折磨的 或是你也折磨人家 折磨得很慘 但是各位 那就是一種生命的 真實的展現 那為什麼能夠展現 因為他就在彼此的信任 彼此的珍惜當中 去完成一個生命的 提升的過程 怎麼樣的提升 慢慢讓你的扭曲 越來越少 慢慢讓你自己裡面 可以做調整 慢慢讓你的心 不是很多的負面 不是很多的自責 你的心能夠自在 你的心能夠平安 那你跟你家人之間 各位就不是 扭曲能量的流動囉 各位 就不是扭曲能量的流動 不是扭曲的愛的流動 因為當時扭曲的愛的流動 各位你知道那是愛 可是那個愛是有壓力的 那個愛是有很多擔心的 那個愛是有很多的放不下的 那個愛是有很多的痛苦的 那個愛是有很多的不平衡的 各位 在整個賽斯心法裡面 賽斯一直提到 家庭裡面是最強烈的 情感的能量廠 你怎麼一世人 你也不去不記得你的家 不記得你的老婆 不記得你的兄弟姊妹 你不可能的 你一定永遠念之在之 可是你如何讓你的 內在的愛的能量的流動 是平衡的 是健康的 甚至我們講轉世 各位 我剛提到一個概念 王醫師也提到了 你要在你這一世的家庭裡面 甚至我要各位你們 甚至都可以發怨 我不是說發怨 下輩子不要來了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說你要發怨 你要在這一世 在你們今天的修行當中 去解開所有你 轉世的恩怨糾葛 各位 必其功於一役 有沒有 必其功於一役 就是說你所有 你過去雷生雷世 我們說來 偷借然後我們講轉世 來投胎的 分成還債跟要債的嘛 來行債嘛 來偷借嘛 對不對 來要債跟還債的 那你如何在這一世當中 在哪裡 你現在有肉體嘛 有家庭嘛 如何在你們的這一世當中 慢慢的解開抽屍剝繭 解開你們跟家人 親近的朋友的恩怨糾葛 慢慢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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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一世的家庭當中 慢慢的解開這些東西 各位 你就會對所有你在地球上的轉世 包括前世你們的關聯 包括來生你們的關聯 通通慢慢解開 慢慢解開 所以各位你都知道你這一世多重要 你這一世最重要 因為這一世如果能解開 你的累生累世 通通解開 好 各位不瞞 各位講 我就是用這種心態 在面對我的家庭 在面對我的爸爸媽媽 所以我一定告訴我自己 我爸爸媽媽現在都還健在嘛 好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走 可是我一直有個心態 我的轉世功課 如果沒有完成 你不可以走 不是 你不可以走 我不是你走 各位 因為他們是來幫助我 完成我這一世的修行 我的修行 如果還沒到 你不可以走 因為你要留下來做我的課本 你要繼續來這裡 我生氣 繼續來給我煩惱 你知道意思嗎 繼續給我來騎 照理你 你們不能走 因為你們還沒有幫助我 完成我這一世的 親子的糾葛 所以我對我的親人 一樣 我的心態都是這樣子 包括我的哥哥 我的兩個姐姐 我的這個太太一樣 他們都是我在完成我這一世的 整個 輪迴轉世當中 最重要的功課 最重要的功課 那在珍惜的感受之下 在彼此互動的情況之下 好 我要來這四人 該所有累生累世的 夾中 我們說夾中好了啦 夾是功課嘛 中是障礙嘛 我要把累生累世的恩怨 糾葛 障礙 不管是關係的障礙 我自己的障礙 我這一世 我要透過我的學習 透過賽斯心法 我要慢慢的都要淘汰 因為 目的是 很好玩的 目的是有一個好玩 所以像我現在 我的父母親 像我媽媽 每個月 跟我到中生經驗堂去聽演講 說起其實聽不懂啦 聽不懂也是 但沒有我聽啊 我爸也是啊 好 我的兩個姐姐 都開始進入賽斯心法的學習 因為我也希望透過賽斯心法的學習 幫助他們解開他們自己 累生累世的糾葛 好 各位 我再講囉 如何透過身心靈的學習 在這一世的家庭當中 去化解累生累世的糾葛 比如說你們現在面對你的孩子 如果你還是在強調 我要用我的藝術去刁鎖魚 有沒有 還是我要強調我的孩子 不可以屬別人 各位 不對 不對 好 你一定要開始 幫助你的孩子認識 每個人內在有他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跟神通的 內在的本我 那你要幫助你的孩子 去連結他的內在 包含 各位 這個東西就是 是用孩子的信心教育 今天你的孩子 不管功課好或壞 人生後聖話說 你一定要給他信心 你常常要鼓勵你的孩子 好 雖然功課 不是太好 但是孩子 你是最棒的 孩子 宇宙會把你 誕生出來 一定有他的目的 孩子 你一定有你自己 在宇宙當中不可取代的價值 孩子 你是一個 在靈性上 珍貴的 靈魂 孩子 你一定有你在這個世界上 來到這個世界的使命 孩子 你不是來跟別人做比較的 孩子 你是來走自己的路的 孩子 你是來完成 我們說尬天命 你知道嗎 孩子 你是帶著你的使命的 也許你的專長在服裝 也許你的專長在做麵包 各位 我們這個社會都在改變喔 都在改變喔 比如說三十年前 你如果你爸說 爸我後來大學做胖 你爸說做什麼胖 胖你的頭 有啦 我帶你去加七個機 帶你胖胖的 看你會脫起來嗎 你知道嗎 我帶你洗衣服去帶你胖胖的 胖什麼胖什麼胖 各位 好 像那天我在台北那個松菸成品有沒有 開一間胖店 叫做五寶村胖店 各位 排隊呢 排很長的呢 因為一次拌五個人進去而已 你知道嗎 每次我去我都不想排隊 要排那麼長 我要等多久 各位 做胖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做胖可以做到連鎖胖店 各位 我跟你說 你不要說做胖身有診斗 現在做胖比做胖身有診斗 我一個學長 本來是做骨科的 骨科主任 結果 健保制度下來 每天要寫健保身負 開刀貪到要死 還要貪無錢 改做醫美 每天幫人家農辱 然後割雙眼皮 一個月輕輕鬆鬆三十萬 做骨科的方向 我還要在那裡 撞啊 撞啊 在那裡撞大腿 現在就是這兩邊 那一邊撞大腿鬆鬆鬆的 撞大腿鬆鬆的 撞大腿鬆的 還有一個月 三十萬 輕輕鬆鬆 各位 蛤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在這一世當中 是整個地球 靈魂很大的一個關鍵 以前父母 都是權威 有沒有 我跟你說要怎麼走 怎麼才有前途 你未來怎麼有前途啦 你就不懂得跟人競爭 你看人家在堂擠 你看人家都在高齊 你看人家都這麼厲害 我的孩子到底要怎麼啦 各位 因為你頭殼壞掉 那 後來 我再跟我們的基金會討論 基本上 以我們講競爭力 以我們講的比較性 台灣 不會有未來 你怎麼跟人家競爭 你怎麼跟人家比較 不可能 未來 台灣的前途在哪裡 我們的孩子的前途在哪裡 各位 第一個叫 靈性教育 這是全世界沒的 比如說我先講我自己 各位 我不是說我很接觸 我太好 我先講我沒有那個意思 但是算不錯啦 不好意思 各位 但是 因為一路以來 我不跟人家比較 我走我自己要走的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聽我內在靈魂的聲音 我聽我內在靈魂的聲音 我去建立我的獨特性 我沒有要走別人在走的路 我沒有跟人比高 我沒有跟人競爭 所以我那時候跟大家開玩笑 我的學業成績很厲害很優秀 從國小國中都是第一名 後來開始進步了 到高中都第10名 到我上了大學 到畢業的時候是第100名 你看有進步嗎 各位 許醫師就是你們的榜樣 好不好 開玩笑的啦 對小學跟高中我都是第一名 全班成校第一名 跟高中都大概全班第10名 到大學 全班第100名 各位 以學業成績來看 我是一路在退步 明白嗎 我一路在退步 可是以心靈來講 以內在的學習來講 我卻慢慢的經過這個過程 找到了我人生我要走的路 我要走的路 我要走的身心靈跟醫學結合的路 有沒有 各位 這雖然外在看起來好像我不是 我是在念台北醫學大學 以前叫北醫 雖然我不是我們北醫那一屆 第一名畢業 可是因為我找到我的獨特性 我不敢說我現在是最好最優秀 我沒有那個意思 但是至少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活得很自在 我活得很快樂 我的心靈 我的外在 無數人好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各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你們一定要開始連結 你的內在的靈性 對你的孩子開始 你的鼓勵你的孩子 輸別人都沒關係 我們一定有我們 每次敵俗的地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一定有我們 真好的地方 不是去比較 不是去競爭 各位 你 可是我這樣說好了 對於一個找不到自己 靈魂獨特性的父母親 你可能鼓勵你的孩子找到嗎 不是 因為你是帶著自卑 什麼自卑 以前你們 讀書人 以前你們公口不如白人 以前你 人生對自己的肌胎 是忘記了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 對吧 各位 錯 錯 不對 好 你們也應該回來 找你們自己 靈魂的獨特性 各位 從開始 建立對自己存在的信心 好 各位 我在這裡講囉 好 所以我們講 以身心裡的角度 如何解開家裡的 所有累生累世的 輪迴轉世的關係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 你們家裡面的每一個人 開始去認識自己的 內在的 靈性的 自我 各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往內是認識 靈性的 內在 透過學習 透過成長 往外是 你們要開始走上 賽斯心法說的 自我價值的完成 好 以白花一點 你自己 構成的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 好 我最近演講 常常舉我們一個高雄人 叫趙穆賀老先生 好 各位高雄人 你們知道他嗎 好 在網路上很多的分享 好 他 他好像以前是參加什麼國共內戰幹嘛幹嘛 然後 38年隨著政府來台灣幹嘛 然後好像在高雄 是一個學校的教務主任退休 好 然後他在74、5歲的時候 一個人去歐洲自助旅行五個月 他不會英文 不會電腦 出國之前沒有訂旅館 各位 他在追求什麼 自我實現 74 歲哦 他74 歲是差不多是30年前 到歐洲自助旅行五個月 花了16萬台幣 16萬 好 那時候他住倫敦的時候 因為他是學校的教務主任嘛 就住一對學生的家裡 然後幫人家煮飯掃地 煮飯掃地完就出去逛了 去玩 去倫敦玩 然後回來幫他們再做晚餐 偶爾修理一下黎巴 各位 一個74、5歲的人 好 再來 好 像90幾歲 到醫院當志工 當兩年 好 95 歲去考研究所 95 歲考研究所 考嘉義大林的 南華大學的哲學研究所 好 各位 給他考上了哦 沒有官縮哦 那 那的確不叫做官縮 好 那的確不叫做官縮 95 歲考研究所 他住四樓 每天上下爬樓梯 不是坐電梯 然後從高雄 每天坐火車 坐到實際 坐到嘉義大林 再轉公車 每天來回通車 那時候他幾歲 95 歲 到幾歲畢業 98 歲 拿到他的碩士學歷 各位 好 人家就問說 老趙 你就要死了 你是要 真的啊 也變成說 老趙 你幾歲了 你95歲了 你就要死了 你是在 老趙說 他說 啊 我就還沒死啊 你若欠你老不老婆去學英語 有沒有 譬如說 小朋友你叫你媽媽 媽媽逼你學英文 就說 媽媽 你自己為什麼不去學 媽媽說我老了啊 你就跟媽媽說 媽 可是你還沒死啊 老婆老得還沒死 你在說 聽懂嗎 很多老人家說 我老了 我有這個 我就沒老用了 你老不死 你知道嗎 各位 聽懂了嗎 人家95歲去念研究所 然後74歲去自助旅行 五個月 各位 但是我還跟學員講 你那樣我去 我就 我如果沒有一個老材 沒有一個水蟲 我感覺是去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會怕 我們會沒打啊 你說沒有 不過沒有訂旅館 你知道意思嗎 各位 可是真的 人家去自我實現 好 所以各位 我跟大家講 自我實現 其實是化解輪迴業障的 最快速方法 不是你去廟裡面做功德 你知道嗎 這個理論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 以前我告訴過大家 藝術創作 當創作力的發揮 其實就是在消業障 消業障 好 這裡我來舉個 有趣好笑的例子 各位 讓各位知道什麼叫業障 好 那之前我太太跟我分享一件事 她說 她很高興 因為她最近在做賽斯早期課的翻譯嘛 她翻譯 可是她有一些英文 因為她不是 她不是美國人 有一些 美國 美國人本身才知道的英文 她不知道 可是她翻譯賽斯早期書 遇到一些困難 她就跟我說她很高興 找到她在美國長大的堂弟 堂弟 那又怕堂弟不高興 又怕堂弟 你說拜託給你以前不持久 就跟堂弟說 不然我就每一兩個禮拜 Skype 一個小時 然後我付你錢 然後她就說服她堂弟 後來堂弟就答應了 她就跟我報告這個好消息 說她找到一個堂弟 可以幫她解決這個英文的問題 然後她就可以順利的 把她的賽斯書早期課的翻譯 繼續做下去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也說服她堂弟要收錢 比較長久嘛 那就看一下我的表情 然後就看一下我就問我說 欸 你好像沒有很高興耶 我沒說得覺得很高興 那後來我第一句話回答她 是嗎 我看起來沒有很高興嗎 然後我第二句話跟她說 如果我看起來不是很高興 不是因為你的問題 是因為我有問題 不是說我有問題 後來過一陣子她就問我說 怎麼一回事 我就跟她說 你看我從小到大 各位 辛苦人家出來的嘛 我是農家子弟 很小時候我們吃飯就不夠了 哪有可能讓你去學才藝 所以小時候我也有可能變貝多芬啊 但是沒有人家在背啊 我也有可能變皮卡索啊 但是沒有人家在背啊 我也有可能去跳芭蕾舞啊 我們老闆老闆政產的 以後就送你們去學才藝嗎 沒有 因為我們很小時候 拆切的切錢就不一定有夠了 連補十匯就沒有了 我去學跳舞圈吞劍 所以我不能學過 可是我從小到大 我連補習費我都沒有 我怎麼可能去學這些才藝 我們很小的時候 不要讓他在背過 你知道嗎 不要讓他在背過 不要說送你去學芭蕾舞 像你送你去學鋼琴 學一學兩天 跟你說不學了 對吧 這是什麼 這是現況嘛 我們不要讓他在背過 我們就是只有讀書而已 你知道那個時代 然後慢慢我自己念書 慢慢長大 現在我們探情經濟上OK OK了嘛 那我太太她 從小她是比較被栽培的 雖然芭蕾舞也沒有跳得怎麼樣 至少也學過鋼琴 他跟他弟弟到美國留學 也花了家裡好幾千萬 他媽媽說 如果沒有葬家兩個出去 大概假買幾個房子 也花了好幾千萬 現在當我太太滿幸福的嘛 滿幸福的 所以她去學大提琴 然後這個 因為有時候要陪我到國外去 巡迴演講 講座嘛 又再請了一個英文家教 外國人當英文家教 最近又找了一個英文翻譯 各位 人家把自己過得好充實喔 拼命花我的錢 這樣你們知道為什麼我笑不出來了嗎 你們知道喔 各位這就是夾中 不是他的夾中 不是我的夾中 所以當他在跟我說 他又找了英文翻譯 各位 我心裡是為我自己在悲哀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第一 我們很小 老別老母 不要花錢在我們心上 第二 我們自己大 開始自己賺錢了 我們又沒有花錢在我們的心上 我們看我們的母 一直在花錢在我們的心上 對不對 去買東西 有時候我問他說 先去百貨公司幹什麼 他說幫你買一件衣服啊 然後我說 然後呢 沒有啦 自己順便買兩件啦 剛剛去麵包店幹嘛 他說給你買一個明天的早餐啊 你自己呢 沒有啦 我自己買個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馬卡龍啦 各位聽懂嗎 馬卡龍一個就七八十塊啦 買了一個買了兩個 各位 他對他自己蠻好的 可是他沒有錯 只是我開始心酸 我們在小時候沒錢的時候 我們沒花到百貨的錢 我們當時開始賺錢的時候 我們又沒花到我們的錢 他這麼快樂的在學習 各位他沒有錯 你明白嗎 那也不是大錢 也不是浪費 後來前一陣子他就 我們到那個送菸成品去逛嘛 剛好有一個攤子 是可以畫畫的 可以畫畫的 就是你在那邊隨便你用顏料 壓克力顏料 然後有一幅 大概這麼大 然後就是好像一千 一千兩百塊台幣 可以給你花四小時啦 顏料隨便你用 然後畫布啦 這個衣服啦 什麼隨便你 反正四小時 隨便你在那裡 然後他就鼓勵我去畫 我從高中上完美術課之後 就沒有拿過畫筆了 然後去就去嘛 早一天就去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畫 各位 其實我已經二十幾年沒有拿過畫筆了 但是越畫越爽 為什麼 因為我開始為自己了 我開始為了一件事情 不是為眾生 不是為爸爸 不是為媽媽 不是為別人著想 好 不是為別人考慮 我開始 為了我自己的快樂跟喜悅 我越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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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但是我們因為沒有畫過 我們就是自己憑感覺亂畫嘛 就更好笑的是 就很多人路人經過嘛 因為那是一間店嘛 就說你們這邊有在畫畫 有哦 那你們這個指導老師畫得不錯呢 指導老師 各位 我這個土豹子 連畫畫我也沒學過 各位了解嗎 那媽媽不要被拜貴老師 媽媽在學畫 我問你們這個指導老師畫得很好耶 好 過一個 學了一個 各位 是啊 但是對我而言 我沉浸在我自己的自我滿足當中 所以各位 當你自我實現了 你對這個世界 所有的抱怨 通通消失 當那時候我看著它的時候 我有一個爽的感覺 不是只有你去開錢 英文 歡意 現在是我在開錢 在爽我自己 後來一兩塊的 我都要來玩 我要把這套顏料 引進賽斯花園 不過我還要有時間 我都不會在來玩 你知道嗎 我如果開始鬆到我自己了 我現在對人給人 我都不會看不順暗 各位 所以後來我發現了一個 消業障最好的方法 業障就是怨對 業障就是心身不平衡 業障就是對人的不滿 不管你今天付出多少 不管你今天為別人著想 不管你多有委屈 所有兄弟姐妹 各位 你盡最大的心力 當你心中不滿 有所怨恨 有所不平衡 各位 你的功德是零 聽懂了嗎 所以我們今天跟各位講 什麼叫業障 業障就是心中的怨對 跟憤怒不安 明白嗎 那就是業障的意思 業障是誰的 自己的 好 所以我才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原來走向自我實現 各位 只滿足 四點鐘請你一口 還能帶回一幅畫 各位 有送嗎 送 他沒有花什麼大錢 沒有花什麼大錢 可是你能夠樂在當中 自我滿足 各位 原來真正 所謂的家庭當中 如果一個家庭裡面 爸爸 媽媽 小孩 兄弟姐妹 每個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命 找到自己靈魂的使命 能夠自我滿足 自我價值實現 那麼這個家就走上了 完全不一樣的能量跟磁場了 而不是彼此的不滿 彼此的控制 彼此的約束 然後又對對方很多的抱怨 這樣明白了嗎 今天不管你是不負責任的 被責備的 還是你是付出很多的 不斷的投射負面能量給對方的人 各位 就算你告訴我 徐醫師我老公都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不負責 那我只會問你一句話 你有對自己好嗎 人家對自己可好得很啊 好到都不給你錢啊 各位了解嗎 你有對自己好嗎 對自己好不一定要花很多錢哦 沒有哦 各位 對自己好代表內在的 自我價值的完成 跟自我價值的實現 各位 我現在講的不是對你們對自己 當爸爸走上自我價值實現 媽媽走上自我價值實現 孩子每個人找到自己內在的 靈魂的天命跟使命 各位 我跟各位講你們這一世的家庭關係當中 第一個愛的能量會出來 愛跟感恩跟珍惜跟神聖會出來 第二個 你們的成就會出來 再來彼此之間 會有一種能量的交流 互相的愛的互助合作會出來 然後在這一世的家庭當中 能夠化解很多累生累世的不平衡跟怨恨 這樣好不好 我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的宜人的分享啦 敏君的分享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題 希望大家在這一世當中 好好珍惜你的家庭 好好的自我來學習 來成就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